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们的区域里面最好的 也是比较能够代表梅兹号西湖龙井的一个特点 龙井村私丰到这一边 我认为整个管理是在我们整个西湖产区最好的 都是按照我们原来传统的方式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边的整个的下面的每一行每一行之间 我们看这个茶的泥土 看这个草的情况 这个土的松软度 还可以看到我们这边 原来是吃这个菜籽饼 吃有机肥 这样的能够去感受得到的 大产区范围内 它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应该说 从形状上讲 我个人是很喜欢 它的茶叶 芽叶炒起来 收在一起 真的像一个碗钉形 整个茶叶的设置 是更偏翠绿嫩黄的 我们知道西湖龙井作为一款高端的绿茶 目前基本上都是保留了手工采摘 另外一个制作上面 最起码也是半手工制作 不会全部按照机械化 我们看到采摘的时候 每个茶区的采茶工都是非常的忙碌 很多采茶工在采 这几天采茶工就是最忙的时候 一定要有充足的采茶工 而且要细工慢活 按照标准来 一定要先 茶要先采好 那么后面的整个工艺 我们控制好了以后 才能炒出真正的 最好的煤家屋龙井来 你看今年的茶 这个质量是很好的 今年的茶品质很好 对对对 天气比较好 天气好 没有倒成海 对对对 所以茶长得比较均勇 制作的时候 量最大的时候 可能你全手工制作是来不及的 至少在最后挥锅的一个阶段 还是要靠草茶师傅 用手工来挥制 这个是正宗的西湖龙井 都是采用这样的一个制作方法 整个工艺得当的话 首先摊放要到位 有利于在这个鲜叶上 让它的氢气的散发 以及一些内含物质的 往这个回甘的成分去变化 第二个的话 你这个杀青的温度要要到位 所以原来说手工手工 手工最难的是杀青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浴香的过程 能够保持我们这个绿茶 能够有清香 甚至有高雅的花香 能够有富裕的层次 这个是靠慢慢慢慢的文化来培育出来的 这个就是龙井茶手工茶的得道之处 这款梅之号的西湖龙井 香气比较高 冲泡了之后 板栗香非常的明显 然后喝了之后 你也会觉得很甘甜 相对于其他的外地的龙井来说 它没有苦涩味 回味比较好 也是整个正宗西湖龙井产区的 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 这一片高山茶园 长年以来 我们只要闻到那个味道 只要是尝到那个滋味 都忘不掉的 一喝到 一闻到这个香气 我就知道 这边的好茶来了 能够让大家共同来分享 这里的这样一种鲜美的高级的口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